家庭主妇洗菜洗一辈子 但真的有洗对吗 先洗再切 先切完再洗的话 这个农药可能会渗透 先洗再切 我觉得我切了 这样我刀子也脏了 到底是先洗再切 还是先切再洗 甚至许多人都会先剥菜 或把菜切开 在泡沫水中不断搅动来洗菜 专家表示正确方法是 先洗再切 切这一刀 把这个地头切掉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用白的 你如果切得那么细的话 这农药容易跑进去 还有许多人洗菜有迷思 就是会把菜先泡入棚中 加入小苏打粉 或是加醋或盐 不会用苏打粉清洗 因为这样感觉会比较干净 剥一剥啊 然后用盐巴这样 这牌的说法是认为 酸碱可以中和掉农药 其实都没有用 菜要不要加盐 千万不要 盐会改变身 反而让农药跑到蔬果 农药没办法酸碱中和 加醋加小苏打 其实都没有什么作用 其实洗菜真的很简单 最正确的洗菜法 其实就只要清水就好 流动的清水 不是到最棒了 它其实只要一根竹筷子 这么细的水 慢慢地一流12到15分钟 只要把菜叶松散开来 也不需要一片片冲 甚至用手去搓洗 流动清水冲泡12到15分钟 就能吃的安心又健康 借张鹏成亮台北相同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